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戏剧学院两人从小并无交集 那真是让人摸不清头脑了 但是大头猪还是善于分析地转念一想从开始找答案 他打发的文字里面的长大都带有引号是不是有别的意思呢 难道是两人曾经合作过什么作品 小编反应是灰肠快低 虽然是博览群术 月片无数 但也难免有些片没看过有疏漏之处 马上查OMG终于发现了 原来两人在15年曾经合作一个电视剧 而且 电视剧名叫长大OMG 原来是这样 而且电视剧里 它俩确实是青门竹马 两小无猜地 这会群众们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哈哈看图看到我们的江书影和白羽了吗 当时都还很清楚由鲁宇大哥带领的青春实习生的故事 由此展开 三年后 两人在相聚难免感慨 曾经在剧中拍摄期间的点点滴滴 也是人之常情 还在近期试活的 不得了经常热搜 当然江书影也是依旧火热 各种时尚杂志媒体 包括现在超过的短视频里 也经常出现她的身姿欠领 两位明星在娱乐圈绯闻相对来说 很少很少小编也在这里祝福他们路越走越顺 生起火ruce场 冷却会不会跟着群岁的资源 放进口 等下 机内 不不不 able 很像 能 haunted 绊 drugiej community Whenever p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